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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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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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發現傑羅姆真的是非常有潛力是會被做成角色的 畢竟他現在是露西翁將軍的副手 那露西翁將軍原來是能力非常強 但是其實是蠻偷懶的一個將軍啦 但是西曜多也是可以容忍這樣子的人存在的 那黃衛跟黑衛技能是弱化技能 黃衡 黃衡 恩~~~ 我們上一周的時候有說過 我們會試著來講一下他們的對話 那我們等一下就用下一個章節來嘗試一下吧 那尼德被抓了 到底麗莎可不可以救到尼德呢? 我們接著就來看下一個故事 神聖的事 小帥哥 結果怎樣了? 請別那樣叫我 將軍可以對我職稱副官或者叫我傑羅姆 哎呀 這樣比較親密嘛 都已經查清楚了 抓走尼德的是西羅家族的士兵 貴族的話我也不好插手啊 尼德 別哭了 遇到這種情況 我們女人不堅強怎麼行呢? 冷靜回想一下 你老公前陣子有怪異行為嗎? 尼德是阿門手緊的獵戶怎麼可能? 找獵戶做不用打獵工作 那個同伴住在哪裡?知道嗎? 知道!我老代理 小帥哥不走嗎? 路西翁將軍 我們還要向西奧多王負命 別再為這種小事浪費時間了 每個渴望愛情的人 都要通過重重考驗經歷 一連串曖昧甜蜜痛苦悲傷 才能找到對得人 抵達人生的終繼站 所以更不能看著已經找到的同伴 被破壞之後 幸福人生的旅程 呃...但是西奧多王 他那個不過是兩熟指吵架 有事我負責 居然是我的副官 就照我的指示行動 咦... 呃... 呃... 自己都念過一遍然後再按下一個對話 這樣子到時候路會比較輕鬆 那皇位的技能是傑羅姆的技能 他有攻擊姿態跟正常姿態兩種 那他要怎麼切換攻擊姿態 就是弗里莉卡發動攻擊的時候 他就會切換成攻擊姿態 那如果不是攻擊姿態的話 他的一魂跟二魂會切換成攻擊姿態 四魂也是 那一二四魂的技能在攻擊姿態的時候 則是破甲攻擊 那我們要盡量的讓顏尾希在暈眩或弱化的情況下死亡 因為顏尾希是有死亡宣言的 那他會一直噴火 那我們會死掉 那我們可以使用黑衛的弱化跟弗里莉卡的弱化 來同時進行這個操作 傑羅姆的話則是增加輸出跟消除黃魂使用 我忘記上一周影片有沒有講 我們正式度過了行訓時間 成為一個合格的步槍兵 然後下部隊了 那下部隊居然沒有比較輕鬆 也是蠻令人震驚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想說 現在當兵都不用下部隊 然後很輕鬆 對 但應該還是比以前輕鬆很多 好吧 那我們就趕快跳過這個戰鬥過程吧 你這身軍服啊 怎麼還是得不過太陽王國軍的追捕 你這話什麼意思 還有其他太陽王國軍在追你 果然有鬼 快說你是怎麼陷害尼德的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從那群蜴蜴刃交換來包裹中 偷拿著一個比較不值得銅牌而已 蜴蜴人? 那如果你覺得講得不錯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自己是覺得講得蠻爛的 那如果真的很不錯的話 那我們下次有20分鐘以內的故事 我們就試著來錄錄看 那貴族跟沙漠貴族串通 我們就接著來看下一個故事 小帥哥的計謀 不定有30年 不定是不能碰到究竟 不定是有30年 任何要做這條程 讓我努力收成的 對 我希望你給我 哇哄 不定的 不定時 不定時 不定啊 不定有 哼 啊啦 哼哼 一波放長線釣大魚 我們就釣到了王都步兵 那一樣是超級大量的王都步兵喔 那考量到我們的攻擊屬性 那那麼大量也是非常輕鬆的 只要不斷用二白魂把他們擊殺就可以了 那在這一個關卡裡面 我們可愛的傑羅姆 他的皇位攻擊 則是會在不是攻擊狀態的時候 賦予自己減傷的效果 那一皇魂就一層 兩皇魂就是兩層 四皇魂就是三層的減傷喔 那這邊我們就輕鬆的 用群體攻擊擊殺他們了 這邊終於抓到太陽王國軍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正式 進入引救尼德的過程 那弗雷利卡將軍 會怎麼來找到這個線索呢 我們就來看下一個故事 揭發陰謀喔 是 哈 啊 哈 嗚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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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啦哇哦 看來在太陽王國的建制裡面 貴族是可以擁有私兵的 那將軍擁有的兵力跟貴族擁有的兵力是不同的體系喔 那說不定其實這些希洛家族的士兵身上其實是有家輝的也說不定 那在這個關卡的話我們會跟商會副會長以及莉莎一起合作來攻略他們 那相對就會簡單很多 那因為夏洛克在這個關卡裡面會不斷的自己轉換成守備狀態 所以我們把它切換成攻擊狀態之後 我們才可以用夏洛克進行攻擊 但這一關真正的用意其實是你不要切換夏洛克的狀態 然後去累積那個黑魂 然後用弗里利卡來快速的打敗他們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邊是有點低能 用吉洛姆在那邊單體攻擊喔 是稍微有點智障 那其實你知道你們學校的教官通常都是中校跟少校 那中校跟少校在軍中有多大呢 咦奇怪 花力怎麼跑那麼快 好啦反正就是非常的大喔 他可能是旅長級的人物 那旅長級就是班長 排長連長再上去 所以你的教官是非常大的關節 那以後看到他們要非常尊敬他們個屁 好啦尊敬該尊敬的人就好了 那如果他值得尊敬就尊敬他吧 那我們就跳過戰鬥畫面囉 RY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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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YC RYCC RYC Yika Yik UV Y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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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將軍的副官 傑隆姆至少也是一個孝級的士兵 居然就這樣被抓走了 不是士兵啦 是軍官 也是蠻神奇的 那我們接著就來看下一個故事 你是我最珍惜的小帥哥 那我們就馬上來看到這個故事吧 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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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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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一波帶著尼德殺了回來喔 那我們這邊有尼德跟麗莎的話就會變得非常好打 但是主要的攻擊模式還是用弗雷利卡用黃魂高速的來群體攻擊會比較好打一點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利用麗莎的補血來幫我們弗雷利卡補血喔 那我們的弗雷利卡將軍是否對傑羅姆有特殊的情緒 那這個故事又是在雪爾森的故事之前還是之後 熊草認為 嗯...弗雷利卡將軍只是非常照顧手下 自己的家仇自己要處理 我覺得軍隊大部分都是長自不得性的 所以呢 那將軍在外面就是要保護自己的手下 這是一定的 接著關於這個故事是在雪爾森的故事之前還是之後 熊草認為是之前喔 因為在這之前 傑羅姆就已經聽聞弗雷利卡將軍的事蹟了 所以說 他很有可能就已經認識弗雷利卡喔 當然如果是之後的話 我們也不意外啦 畢竟 現在這兩個故事的故事線還不是非常的明顯 那我們這邊就輕鬆的 用我們的尼德惡黑魂輕鬆把他們全部收掉囉 阿翔 好嗎? 。。。。 allowance Yaunaità Sharon 仕事仕事 哼哼 那熊草會覺得這個故事是在 許爾森的故事之前就是關於上述的對話 就傑羅姆在這個時候是第一次遇見弗威利卡將軍 那麗莎跟尼德終於被別人放閃了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囉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左下角按讚右下角按訂閱打開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最新影片的消息囉 我是小熊草 那下次再見囉 掰掰